-7.500分比 嗨,我是COPPA 為了您帶來的是這一聯盟新田順 亮點就是-7.500分比 也就是扣半的意思 當然它還有一個亮點是盤球第一名 但是盤球第一名其實沒什麼用處 因為只要防守拆對 就算是盤球第一名也是可以防守下來 射門對決守門員 首先它的評測不是這次的重點 必殺技威力500 面對技術性有31.9萬 面對速數力數有30.4萬 當然這數字要對付這四位守門員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來看它的低空射門 是這次新的必殺技 帶來的是500的必殺技威力 而且它的低空有加成 再加上低空必殺技威力加5%的潛能 計算出來它對技術性有34.2萬 對速數力數有32.7萬 這個數字絕對是夠用的 你看看 首先第一位對決落倒金箭 32.8渾身一擊 32.8萬是大於32.7萬 所以第一個落倒金箭的擊球 清田順好像沒有辦法攻進去 接著第二個是巴卡斯 33.1萬面對球團 34.2 他是可以攻克巴卡斯的 然後是速數性的木勒 32.7是大於木勒的32.2萬 接著是多爾曼 28.2萬面對低空 34.2萬要進28.2是絕對沒問題的 關鍵就在於這一位守門員落倒金箭 其實你可以看到 渾身一擊 第二擊剩下32.6萬 持續摔隊之後最低來到28.5萬 新田順也許第一發沒有辦法進 但第二發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再加上所謂的日本球員加成 其實新田順第一擊要進 也不是不可能 或者是所謂的熱線 像這次推出的33層就有熱線 我們來看防禦對決攻擊 鏟球415的必殺技威力 斷球也是415的必殺技威力 就是比較差 所以他的防守可能你就沒辦法期待 但這不是這一版的特點喔 新田順大部分的防守都很糟糕 我們來看他的禁區有加成 29.3萬面對技屬性的鏟球 面對速數隸屬是28萬 這個數字還不到30 禁區以外當然就更低了 25.1跟24萬 首先面對技屬性萊文的盤球 他是沒有問題的 29.3萬在禁區可以 但是離開禁區25.1 連萊文沒有權力狀態的25.3 他都慘不下來 我們看他面對速數性的布萊恩克萊佛特 他沒有辦法 28萬禁區也沒有辦法贏 布萊恩克萊佛特的29.8萬 這個29.8萬是多人對決的情況下 接著是面對他自己 盤球第一名29.7萬 進區內 進區外25.5萬 我們看看 他的28萬其實是 慘不下進區內的自己 但是呢 進區外呢 也沒辦法 你看看 進區外24萬 慘不下25.5萬 所以這個防守真的是 滿慘的 我們看他的斷球 面對技屬性來到27.8萬 進區內 進區外23.8萬 速數隸屬26.5萬 進區外非常慘 22.7 今天看到這一排防守最低的數據了 面對技屬性的萊文 同樣的 進區內27.8萬 他是可以贏萊文的傳球 但是進區外他就沒辦法了 23.8萬甚至輸 沒有權力狀態的24.4萬 接著是速數性的席丹 當然也是XX 26.5實在太低了 然後是蕭俊光 他還是沒辦法 接著是三角短傳 其實傳球沒辦法 三角短傳通常必殺技威力更高 所以這裡也是三個X 簡單講這個新田中的防守 你是不用太期待就是了 我們來看同位置各項目排名 盤球第一名 剛才各位也看到29.7萬的進區內盤球 是非常的高 不過這是進區內 排在他後面有 布萊恩 巴斯卡 羅伯特跟萊文 這是兩個超越底限定 兩個超越中限定 這只是這一聯盟的卡 他的低空射門應該是這次亮點 還是看一下第六名 約翰倫森布林克的第一名 然後是第二名的火野龍馬 第三名他自己清田順 要搭配這500的必殺技威力 然後是第四名的李鮑爾 就這個位置來講 其實他只輸這幾位 算是很厲害了 接著我們看他的傳球 36名 就比較普通了 然後是三角短傳16名 這個三角短傳16名算是還不錯 我們看看他是輸 約翰倫森布林克 凱薩 特瑞薩加 以及15名的萊文 就前鋒這個位置來講 16名我覺得排序是蠻好的 然後就是 踩球跟斷球 85跟114 都不是很理想 來看他的球員分析 首先是隊伍技 五名以上隸屬新日本球員 全能一直加25% 然後就是進區內加25%的被動了 加得非常高 代表離開進區他就非常弱 所以這是一個專門 攻擊球門的球員了 我們看他的半 兩名以上隸屬新日本 直接減7.5 沒有加半 純粹扣半 7.5的球員已經越來越多了 然後是低攻球的必殺技威力加5% 以及使用必殺技的時候 體力消耗量減10% 最後一項是 傳過來的中場常常必定會變成低攻球 機率只有80% 這個低攻預想真的很難說 80%看起來很高 但是也很可能就出現高空球 他的優勢還有這次自帶新的必殺技 低空射門500的必殺技威力 算出來之後 他的低空可以到第六名 他的盤球第一名 剛才也提過了 然後他三角短長16名都算是優勢 他的白值 82620 超越極限四次 97020 這個數字 居然僅僅高於雷歐一點點 我是指雷歐沒有超越極限之前 接著是他的外部機會 輸掉對決的時候 對決對手下次選擇指令的時候 能力只減10% 這個就是所謂混戰的代價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劣勢 進區外完全無加成 沒錯 這張卡在進區外是沒有加成的情況 以97020來講 其實也沒有那麼差 再加上他有混戰的代價 對決輸 比如說防守輸 其實對手呢 也沒有辦法立刻消掉這個減10% 要嘛就是進區內置點 要嘛就是要對決一次 然後就是他的三角短船 第16名 需要假太郎 他的劣勢呢 我們看看 射門39名 剛才沒有列出來 傳球36名 鏟球85名 斷球114名 這個攻擊方面 其實除了盤球跟三角短船 射門啊 傳球是比較糟糕 防守方面 鏟球斷球都不好 我們看看他的外部威脅 他怕封印 以及地圖傳球 因為他沒有自動攔截 好 那這個怕封印呢 真的是要注意 因為他是屬於進區內專門射門的卡 所以你除了低空射門這個之外 還要注意你要帶高空射門 那如果封印的話 其實你低空或高空有可能 沒有辦法死出來 會建議 如果可能的話 低空帶兩項 會是比較安全的 我的抽卡建議會是 可以擁有 是從雙圈降平等 因為他有一項 所有球員第一名 所以其實應該是雙圈 但考量他的防守實在是不好 他的攻擊呢 在離開進區之外 可以說非常慘 你要靠盤球 三角短男進入進區 不是不可能 現在的後衛真的都是蠻厲害的 我想他是需要靠你有技巧的 把球送進進區 然後靠沒有防守球員的射門 如果有防守球員 不是不行啊 他的低空射門威力 還不到能夠霸凌所有的擋球 就是了 以上就是我對新田順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